俄乌战局越来越清晰了,随着乌克兰国内传出乌军在顿巴斯前线全面溃败的消息,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也开始出现了悄然转变,泽连斯基对外承认,称乌克兰对外溃败的原因首先是兵力不足,再者这武器弹药的缺乏,并且再次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了武器清单, 更是在胜利计划当中,向美国直接开出了索要战斧式导弹的要求,不要忘了想,当初泽连斯基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索要F-16战斗机,声称F-16战斗机到来之后,一定会改变俄乌战局,可是F-16战斗机真的抵达乌克兰战场之上,然后就没有然后了,我们看到对于泽连斯基的要求,美国军方干脆利索的回应,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,也就等于毫不留情面的,一口拒绝了泽连斯基索要战斧导弹的要求,看来哪怕乌克兰如今到了生死关头,最深难保的美国,也不想在最后拉他一把,美国不但见死不救,还阴阳怪气的指责乌克兰战术错误, 今天美国前防长盖茨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,乌克兰发起的进攻库尔斯克州是犯了战略错误,同时盖茨也承认,美国等西方国家,严重低估了俄罗斯的战斗力, 要知道乌克兰在入侵库尔斯克之前,乌克兰军方是侵蚀过美国的,美国为了脸上贴心,同时为了恶心俄罗斯,就冒险让乌克兰孤军深入入侵库尔斯克,并且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防空导弹,以及情报支持, 甚至就连大批换装下场的美国等西方雇佣兵,也都出现在了库尔斯克战场之上,很明显美国也想通过库尔斯克之战,突出骑兵占领库尔斯克核电站,以及油气重镇苏甲,以增加和俄罗斯在谈判的筹码,逼迫俄罗斯撤出乌东,但是事与愿违,美国和北约入侵库尔斯克,想用闪电战术夺取库尔斯克核电站, 但在俄罗斯的阻击之下都未能如愿,反倒让自己陷入被动之中,两个多月的拉锯站下来,入侵库尔斯克的三万多乌军已经伤亡大半,80%以上的重型武器装备都被损都损毁殆尽,尽管美国和乌克兰都紧咬牙关,不承认库尔斯克战败,但是残酷的现实表明,乌克兰发起的库尔斯克之战已经无力回天了,不但美国态度突变, 这场俄乌战争当中的另一大金主德国也不得不承认,这次对乌克兰投资的这部战争大片可能失败了,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已经公开表达了,要停止援助乌克兰的态度, 据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10月30日报道,乌军目前正以这场战争中前所未有的速度失去土地,俄军仅在10月就占领了约480平方公里的土地,要知道而在2023年全年,俄军总计才拿下了约600平方公里土地, 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是援助乌克兰的两大股东,如今这两个大股东都拒绝加码援助,并且对战术说三道四, 由此看来美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煽风点火煽不动了,开始给乌克兰泼凉水了,想当初乌克兰想和俄罗斯进行和谈的时候,阻碍和谈反对停火的是他们, 而如今俄乌战争打了三年,把整个乌克兰都打残了,一看乌克兰如今大势已去,拒绝为乌克兰提供援助,任由乌克兰自生自灭的的还是他们, 想当初泽连斯基正式相信了这些西方国家,绝不会让乌克兰孤军奋战,会一直援助到乌克兰胜利为止的承诺,才会放出哪怕战斗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好言, 盲目听信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泽连斯基,已经把乌克兰带向了一条万劫不复之路,让乌克兰沦为了这次大国博弈的惨烈炮灰, 泽连斯基公开指责美国,说他们的援助只有10%兑现了,这速度简直比乌龟还慢,基辅邮报的记者们也是闲不住, 他们跑去审查了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,结果发现泽连斯基的说法还真不是空穴来风, 这美国说好的援助呢,怎么到现在还没赢,是不是路上堵车了,还是快递小哥迷路了, 泽连斯基在与北欧记者会面时,那叫一个仇,他说乌克兰现在对抗俄罗斯入侵, 最大的问题就是盟友的援助,来得太晚或者干脆就没来, 这导致乌克兰的国防计划乱成一锅粥,士兵们也是怨声载道,他特别点名了美国, 说美国国会批准的2024财年军事援助中,90%都还在路上, 这速度简直比乌龟赛跑还要慢,土耳其记者一看这热闹, 也忍不住凑上来质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, 米勒老兄也是够狡猾的,他直接来了个甩锅大法, 说自己不谈百分比,让记者去找五角大楼的同事, 这简直就是一场踢皮球大赛,话说回来,这美国的援助为啥这么慢呢? 原来都是因为美国共和党极端右翼的阻挠, 他们对乌克兰武器转让,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时间禁运, 直到今年4月24日才结束, 然后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, 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08.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, 但是这钱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到账的, 五角大楼每个月只提供一到两个支持计划, 每个计划的价值还大多低于10亿美元, 这简直就是挤牙膏式的援助, 到现在为止, 美国给乌克兰的610亿美元援助资金, 只用了不到四分之一, 泽连斯基一看这数字, 那叫一个集, 他说在美国已经花费的146亿美元中, 只有60亿美元的军事物资到达了乌克兰前线, 这简直就是杯水车薪, 而且这美国的援助还严重影响了乌克兰的防御部署, 乌克兰这边都准备好了人员了, 结果武器还没到, 这简直就是等你下锅的尴尬, 更别提那些坦克、导弹之类的重型装备了, 他们更是姗姗来迟, 泽连斯基也是被逼急了, 他甚至在公开场合提出了, 乌克兰核威慑这个曾经禁忌的话题, 他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必须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, 以阻止俄罗斯的继续入侵, 他还说乌克兰在上世纪90年代, 是在美国的要求下放弃了核武器, 现在美国要兑现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, 这一场逼宫大戏可惜没用, 不过泽连斯基也不是光说不恋, 他也在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, 比如他就向韩国媒体表示, 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, 或者美国的支持是否发生变化, 乌克兰都不会在其领土上妥协, 这简直就是一场铁骨铮铮的宣言, 不过话说回来, 这战场上的局势真是瞬息万变, 最近又有消息称, 俄罗斯正计划在不久的将来, 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朝鲜士兵, 这简直就是一场跨界大战的预兆,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, 直接点名说目前约有八千名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, 这数字听起来都让人心惊胆战, 而俄罗斯方面呢, 则是选择了沉默, 这简直就是一场无声的较量, 不过呢, 布林肯可没闲着, 他在一次简报会上说, 情报证实了八千名朝鲜军队的存在, 他还说虽然还没看到这些部队, 部署到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中, 但预计这将在未来几天发生, 这简直就是一场预言大师的秀场, 泽连斯基一看这形势那叫一格吉, 他强调说俄罗斯正在试探, 世界对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的存在的反应, 到目前为止反应为零, 不过乌克兰也不是好惹的, 他们对美国的指责可是起到了作用, 五角大楼负责人奥斯汀直接回应泽连斯基, 说美国正在准备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计划, 这简直就是一场急事雨, 不过这援助到底能不能及时到位, 还得看美国政客们的脸色了, 这简直就是一场政治博弈, 总之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, 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 我们希望这场战争能够早日结束, 让乌克兰人民能够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, 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加强合作, 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